日经报道 日本当局祭出数个月以来的第二度进场干预支撑日元 使日元兑美元周五在扁破150后直线拉升 一度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大幅度的升值 这让投资人再度讨论日本如何足扁日元 以及这是否会引发美国债势更大波动 不过日本官员拒绝对是否干预仪式置评 港媒报道美国政府近期对中国新晶片禁令 是否影响京东方业务 北京市二十大代表京东方董事长陈炎顺坦言 京东方是半导体显示企业 晶片是京东方所需产品 高阶晶片限制对京东方下游品牌 企业高阶产品出货量会有影响 赤调机构Canales公布2022年第三季的全球手机出货报告 指出全球经济不佳造成需求降低 今年第三度连续下滑 整体出货量较去年同期衰退了9% 三星以22%的市占居全球手机龙头 较去年成长1% 苹果则成长了3%来到了18% 接下来是中国的小米OPPO和Vivo 不是持平就是下降 中国品牌没有一家正成长 华尔街日报周五报道 Google计划以至少2亿美元价格 投资人工智慧 创新公司Cohere NVIDIA也有兴趣投资 这是科技巨头 近年来纷纷抢工AI应用商机 又一个迹象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